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陆续回国开展隔离。隔离期间,运动员们将各种花式锻炼方法或使自己的才艺记录成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平台,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其中,中国跳水运动员杨健上传的唱歌视频受到网友一致好评,大家评论他为被跳水耽误的歌手。 杨健在跳水界有着难度王之称,在冬季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杨健的最后一跳选择了世界第一难度的动作并成功完成,最终以580.40分摘得银牌。 近日正在隔离的杨健通过视频连迈的方式,讲述他的隔离日记。 我们是8月8日号的凌晨12点,抵达的北京,然后到达指定隔离地点,也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在进行隔离。 因为接下来还有权益会,我们要保证权益会的质量,所以说在这期间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锻炼,体能上的锻炼。 尽管条件受限,但是我们也会想方设法地带上我们的训练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器材而进行锻炼。 在这期间我发了不少的抖音,也发了不少的微博,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想回馈给网友,因为以前真的是时间很少,很少发这些东西,现在有时间去发一发,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些互动。 虽然东京奥运会是杨健首次奥运之旅,但27岁的他已经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现役年纪最大的跳台运动员。 到东京参赛前一个月,他才因膝盖的伤病注射了三针封闭。 这次奥运之旅是非常的惊心断魄的,因为奥运会真的是特别精彩的一个一大盛事。 我第一次参加,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澎湃的。 结果拿来第二名其实有一些遗憾,但是在整个跳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把我的水平已经发挥出来了。 相比于我的一些同辈的一些队友,我其实算是参加奥运会晚的,所以说其实年纪并不是问题。 更多的是伤病带来的可能一些困扰,顶着伤病去训练,我觉得这是每个运动员的都需要的具备的意志。 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跳水梦之队取得了七金五银的佳绩。 杨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中国跳水梦之队。 为什么可以永远相信中国梦之队呢?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经过我的前辈们一代一代的传承,每个人都不懈地努力,每个人都比着谁更努力。 通过这样的一个良心的竞争,而让我们整个队伍变得强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的力量,这是一个文化底蕴的力量。